接下来如果说你要做一个那个表单部分 第一个按右键新增自立表单 第一步 第二步的话如果要做出像这样子 我们大概你不见得要完全一模一样 你可以大一点可以小一点没有关系 但上面大概是长这样子 里面基本上第一个 我们假设我用Fone 2 User Phone 2 这个来示范 第一个的话 因为我要做出像这样子 那上面的话你可以参考刚刚的这两个 把它变成这样怎么做 一先按一下这个标签拖拉一下 二的话因为上面的字不对 所以字怎么改呢 我从这边把这几个字复制一下 贴过来之后 那的话要多打几个字 第二个的话把它贴过 记得贴哪里 点它一下 你看字不能留在上面 你要移一下 否则不然切不过来 二的话点它找到什么 找到它的一个属性叫Caption 这个上面的字叫Caption 把它贴上去就可以了 Enter一下 请输入年龄 字太小怎么办 第二个的话呢 Fone里面的那个字 是新把它改成14 按确定 那颜色不对的话 Fone Color 把它改成调色盘 这个颜色 然后并且把它稍微缩放一下 大概这么大 OK 那一个做完之后的话 另外一个怎么做 建议复制它就可以了 那复制怎么做最快 拖拉加Ctrl-J 或者Ctrl-C Ctrl-V 拖拉加Ctrl-J 这样又一个 改呢 你就把这个两个字 怎么样 把它复制记得取消 再切过来 把它这个地方Caption 贴上一下就可以了 Enter 好 再两个就OK了 再来的话 把这个文字方块 因为要输入年龄 所以拉一下 大概这么小 这么大 大小自己决定一下 OK 那里面的字 它预设值好像是9号字 所以再把它改一下 改成14号字 底下的话再拉一个什么 拉一个不是文字方块 标签 因为我们只要显示评语 所以评语的话不需要输入 请你用标签 那里面的话呢 我们预设是让它可以 没有东西 所以记得把里面的字清除 Caption 清除 Enter 第二个的话 如果你这样子 好像跟底色一样 会看不出来 所以怎么办呢 我习惯是 把这个的底色 这个的底色 记得喔 前景颜色叫Fore Color 底色叫什么 采取的应该可以采取出来 Fore Color 有没有 所以有的时候 你那个属性部分 请你自己 简单英文应该没问题 底下还有很多 没讲到 不代表用不到 不过你每一个都可以试试看 OK 调色盘也许加一个这个 那最后的话 在底下再加一个按钮 按钮的话 这个好了 多拉一下 OK 然后呢 把这个改成叫确定 Caption 有没有 那名称的话 预设好像叫什么 Combin button 很长一串 我把它改成什么 改成叫确定 Enter 字太小的话 一样 Font里面把它字改14 然后颜色的话 把它Fore Color 改一下 改成红色 OK 这样子的话 基本上就已经大功告 不过 最后一个地方 User Phone 2 有没有 这个指的是这个表单 所以你要点这个表单 找到它的Caption Caption 在哪里 在这里 有没有 把它改成什么呢 也许要年龄判断 Enter 有没有看到 上面这边名称桿 OK 那这样的话就完成 完成之后呢 你把它执行一下 出来了 但是目前 你即便输入资料 它按确定也不会work 因为你这个按钮 没有写对应的程式 所以怎么写 请各位先把这个先完成 OK 好了 画面先还给各位试一下 来 切一下